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哈喽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汽车是个女孩 我是亚晴 要说比亚迪之前在国内市场呀 还真是不受待见 大部分车友呢 都觉得他的车质量很一般 而且车标还丑得离谱 但是啊 识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 如今的比亚迪呢 已经不能再和往日相比了 在如今的新能源车型大力倡导下 比亚迪宋唐琴等新能源车系应运而生 而且车标呢 也改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字体 可见文化底蕴是十分的深厚啊 不仅如此呢 比亚迪的新能源车在国内好评还真是不少 就拿宋NEX来说吧 仅仅上市不到一个月 销量呀就突破了三万大关 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成绩 除了清明售价八万左右 还有超高的使用性能在里面 不然八万左右的售价 消费者随便就可以挑一辆不错的合资车 而且也不会选宋NEX 话说是驴子是马 溜溜不就知道了吗 最近啊一辆宋NEX新车还没有上牌 就来了一个全球手撞的图片在网上疯传 要说这车主才提了车 遇到这事还是挺闷的 这辆宋NEX保险杠 例子版大灯以及中王等损坏都不明显 再往里看被这辆宋NEX震惊了 这车的保险杠居然是那么的粗壮扎实 看起来比比亚迪推出的新能源车型 还真是在用心打造 难怪消费者这么认可 要说防壮钢梁还真是一个很重要的配件 可就这么关键的配件 好多合资车居然在中国上市就减配了 像日产阳光大众桑塔拉宝莱K2等车 在国内减配防壮钢梁等部件生产 都是饱受诟病的 小编真的很想问 国外的人是否真的觉得中国人够多 死两个无所谓 由此可见合资车不一定好 国产车也不一定是质量不高 很多国产车的性能都还不错 车友们可以放心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